不会包馅饼或者一包就漏的,试试今天这个做法吧 皮包馅大,柔软筋道,保证你一看就会 准备300克面粉,3克盐,180克温水 先给它搅成絮状,然后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分成等份的面剂,表面刷油,饧面半个小时 西葫芦给它擦成丝,放入一勺盐,腌制10分钟 然后把水分给它攥出来 把胡萝卜也给它擦成丝,锅中放油,胡萝卜和木耳放进去 翻炒出红油,把炒好的鸡蛋碎也放进去 再来点盐,香油和蚝油 然后把西葫芦放进去,再来点虾皮,搅拌均匀,这个馅就好了 饧好的面,擀成长方形面片,放上馅料 像视频中这样,上下对折,左右对折 这一个馅饼就包好了 店面称刷点油,放入饼 煎到一面金黄,翻面 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皮包线大,柔软筋道 不会包馅饼或者一包就漏的 试试这个方法吧